我到昨天才知道說他為什麼說他負責 因為他看起來是不用負責的 現在也不想再去跟他追究什麼的 但是至少誠懇一點好不好 昨天會在領書上說 其實現在為什麼我們沒有說去追 不是追究三加十一的時間你知道 第一點 這個病毒已經在 已經進入台灣社區 那其實我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一直到今天你知道 其實在台北市每天還是有一到兩名不明感染源 所以既然經過我們的努力你知道 這個病毒已經進入台灣社區 而且在社區裡面還有潛伏的感染 這是一個事實 那也已經死了八百多人 所以老實講事情都已經發生了你知道 其實老百姓更想要知道說 你下一步到底要怎麼辦 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也是很認真的在說 在這種已經存在的事實狀態下 怎麼讓這個社會可以穩定的往前走你知道 其實這是我們作為地方首長 最最關心的題目 之前你知道陳時中講說 這個人家在立法院問他三加十一 他說他負責 我到昨天才知道說他為什麼說他負責 因為他看起來是不用負責的 現在是要鄭文燦負責嗎 沒有啦話一說 其實事情都發生了你知道 其實你們在講三加十一 我才說從十四天 變七加七再變五加九再變三加十一 把每次的會議記錄拿出來看好不好 怎麼會搞到今天 包括我今天在講那個帛琉的旅遊泡泡 那個專家會議的會議記錄 要不要拿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所以是這樣啦 犯過的錯誤 不要再犯第二次 還是要有科學的基礎 所以我看很多東西你知道 如果從來一遍你知道 基礎人員機場人員應該 第一次就把疫苗打完了 而且就是比照醫院要打兩劑 要先擋住 很多東西都是 事後你知道 都知道是當時怎麼 我們這種專家一看說奇怪 怎麼會留這麼多破火在那裡面 現在也不想再去跟他追究什麼 但是至少誠懇一點好不好